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侦探来查 也翻不了岸哪 还是跟爷爷说说你上学的事吧 什么时候开学啊 封爷爷 您 您是不是瞒了事了 什么瞒了事 欣然 爷爷听不懂你说什么 刚刚给您测的心跳血压 都比前两天要好 刚才在楼下 您是故意的吧 故意装出难受的样子 只是 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 欣然 我 您到底在瞒着什么啊 这次的事故 可是关系到餐厅能不能继续开下去啊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这事说来话长了 我们的结局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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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立地看每一个物证 都不能获得改变事故性质的绝对证据 但交叉对比后就会发现疑点 没错 抽水器中的药粉 明显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 与我在网上查到的 灭虫330的主要成分一致 而且我拆分了抽水器 在滤芯中发现了大量药粉残留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抽水器出水口位置 会有药粉结晶呢 因为药物浓度足够高了 那么是否可以确定 顾客入院的原因 就是食用了被污染的山泉水 好 漫娱 那就可以肯定 本案并不是普通的食物中毒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抽水器的表面与内部滤芯周围都有提取到指纹 其中有四枚与门锁内陆入的信息相符 最早的一枚来自十年前 应该是门锁刚安装时就陆入的 不出意外 属于方圆本人 还有两枚指纹分别是在三年前和一年前陆入 根据薛馨然告诉我的员工信息看 这两枚指纹是属于餐厅员工的 第四枚指纹录入时间是六年前 暂时想不到会属于谁 这个可能可以排除 门锁里有清理权限的记录 离职员工的指纹应该都被清理掉了 但我在另一件证物上发现了一个指纹 与门锁中的第四个指纹一致 你猜是哪件证物 没错 而且抽水器内部的滤芯附近 也出现过这个 我觉得就凭目前我们获得的证据去找方先生 不能问出有效的信息 没错 一般这种水桶的清洗工作都是在供应商回收水桶之后进行的 但餐厅中留下的 案发当日盛装山泉水的水桶 却被清洗得十分干净 剩水 指纹 全部都没有留下 此外 在酒柜边沿发现的药粉 经过初步化验是无害的虫沙灵 但却被清理掉了 在一家发生了食物中毒案的餐厅里 没有老板的受益 一般员工是不敢这么做的 甚至我猜测 这些消除证据的行为 是方先生在得知投毒人的身份后亲自来做的 撒住 锦 欣然啊 我的药放在哪儿了 凤爷爷你别动 我来给你拿 可不可以 既然他自己不愿意说 又没阻止我们调查 那就由我们自己来找出真相吧 而且投渡人与餐厅是有厉害冲突的 在餐厅的经营信息中 也可能留有相关线索 比如账策之类的 我们再把一楼搜查一下 实在找不到的话 就只能当面询问方先生了 你的意思是 美味咖